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素有主根 素有側根 覺得主根會吸水的有沒有 覺得側根會吸水的有沒有 沒有舉手就舉手 沒有舉手才是對的 主根不吸水 側根也不吸水 吸水是這細根 尖端的細根的前面 0.5到5公分的細根根毛的部分而已 而且要白色的 只要它變成咖啡色的 就木霜化了 就不吸水了 不管你有多細多粗 根毛要是白色的 它才是吸水根 於是各位看一下 這個根毛就有個問題了 它的分部都在表層30公分 土壤在1米以下 1公尺以下沒有氧氣 於是在最淺的這30公分氧氣最多 所以這些根都要浮起來 在那個地方吸收水分 同時吸收氧氣 樹沒有氧氣 它是活不下去的 所以一個植物學家叫Peter Thomas 他在期末考的時候給學生看兩張圖 他說到底根長這樣對還是長這樣對 選這個的都被當掉了 樹的根要長這樣 還有人喜歡做花毯 做了花毯以後 原來在這邊呼吸了 突然加深了60公分 是不是突然不能呼吸了 於是樹怎麼辦 它上面就趕快長出 從樹幹 樹幹喔 長出二段根出來 這個二段根它主要是吸水的 因為它從樹幹長出來 它沒有向下心 所以它就是水平的 然後彎彎曲曲的去找水 然後下面的根部就腐爛 然後這樣子這棵樹就慢慢慢慢的死亡掉 下面的根部慢慢的會腐朽上來 很多人是因為想清淨樹才做的 可是把樹害死 所以我們的政府在這幾年 社區總體營造 城鄉清風茂 接下來農村再造 都在做花台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像這樣 都是樹呢 難以生存的空間吧 那這棵樹 各位看 這棵樹真的很糟糕 破壞覆面有沒有 可是各位如果 站在樹的角度想 這棵樹有沒有很努力 它如果不這樣 它活得下去嗎 它活不下去嘛 對不對 所以樹為什麼可以活到上千年 因為它的求生的意志 只要任何的條件 它就這樣活下去 所以我一個學生 他失戀了 才找我說老師 我活不下去了 我就帶他去看整棵樹 看完以後 他說老師我一點都沒辦法感動 不然我就很感動 為什麼他沒辦法感動